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見貝里斯特別報導 我是主持人陳文月 看見貝里斯看到的是中美洲小國貝里斯 他是位於中美洲的東北部 東平加勒比海北接墨西哥 海岸線長約320公里 這裡是全世界唯一200多年來 沒有武裝暴動也沒有內戰 也是中美洲政治最為安定的國家 然而在疫情之後呢 靠著觀光支柱撐起全國經濟的貝里斯 財政也面臨到了瓶頸 政府得要處理相當棘手的債務問題 進入貝里斯國土上空 從機艙內往下望去 是一整片無稽的網綠樹林 這是對貝里斯的第一印象 入境後驅車開往市區 沿路是工地 道路失座 新蓋橋樑 國家正在發展 五顏六色的民宅最高不超過三層樓 車子經過的地方樹比房子多 高角建築透露 這裡隨時有應對天災風險的準備 三層樓 三層樓 加勒比海是當地居民的泳池 年輕人的假日休閒 是在廣場上隨音樂擺動 公園樹蔭下則是家族聚會 最佳野餐地點 日常生活一片簡單純樸 貝里斯 臺灣位於中美洲的友邦國家 雙方友好程度 從街道名稱可見一般 來到臺灣在中南美洲的友邦國 我們注意到這裡有一條很特別的街 是以臺灣命名叫做臺灣街 而臺灣在貝里斯的大使館 地址就是臺灣街一號 臺灣No.1 顯示臺北的友好關係 建交三十四年來 國際場和貝里斯總為臺灣發聲 而臺灣也是貝國第十大貿易夥伴 然而貝里斯國內市場出口貿易額不大 缺乏生產製造業 主要經濟來源是觀光產業 佔整體GDP近百分之六十 疫情期間觀光業凋零 加上全球通膨 經濟受到不小衝擊 貝里斯市是貝里斯的最大城市 人口約七萬人 英語為官方語言 同時與人口則佔半數 進到主要商業區 開始感受到屬於城市的繁忙 我們現在的位子是在貝里斯市 這邊也是過去的首都 單約幾次颶風之後 這裡幾乎被移為平地 首都遷移到貝爾末潘 但主要的經濟活動還是在這裡 我們來到當地國菜市場 從庶民經濟一虧疫情後的變化 貝幣面額除以二等於美元 以菜飯採購的甜椒來看 從一磅三點五貝幣 台幣五十六元 漲到五貝幣 台幣八十元 漲幅就達到百分之四十二點八六 2022年 貝利斯國內生產毛額 達31.6億美元 平均國民所得六千六百七十美元 通貨膨脹率百分之六點三 為了加快經濟復蘇腳步 政府祭出政策 對外開放 除了扶植觀光 也對國內農民採取保護措施 我們認為我們會有些成功 我們做了 移民開始增加速度 第二次的食物是財產 所以我們立即在選擇的時候 我們跟國內人說 我們要開業 我們想買我們的產品 總理布里歇紐同時也是財政經濟發展 暨投資部長在疫情期間上任 2020年國內失業率達三成 連帶造成政府稅收減少 布里歇紐剛執政就面臨到巨大挑戰 他一口氣將企業減稅10% 減少政府支出20% 同時提高最低工資 改善3萬名低收勞工生活 為了增加產能 提升外匯收入 政府還制定相關外人投資政策 例如財務獎勵法案 加工出口區法案 及商業自由貿易區法案 推動出口導向產業發展及經濟成長 所以這是有一點的問題我們絕有得わ解 當然,活在幫助上 工作與公司的職業 活在職業 活在從公司、公司的公司 和公司、公司 我們在努力尚能變成 準備了公結果 133%到64% 就下過5% 2.8% 是一件事不曾發生的事 我希望能夠遇到財政問題 但幸好 貝利斯 貝利斯從美國的財產 最多的產品都從美國 所以我們的財產率 很感謝財產 製造業缺席 貝利斯主要出口濃郁產品 擁有豐富海洋資源 讓這裡成為中南美洲的度假勝地 政府規劃各種經濟措施 與國際合作 立憑將百姓生活拉回疫情水準 TVBN新聞 何佳洋 王豪宇貝利斯採訪報導 貝利斯被觀光客視為 充滿多元文化的旅遊天堂 生態多樣性 以及獨特的生態系統文明 因為緊鄰加勒比海 水上活動是相當盛行 而且擁有全球潛水客 非常嚮往的潮汕景點 大懶洞 當地官員就透露 光是海上經濟呢 就貢獻了超過10億美元 然而大量的遊客 不只帶來了金錢 也帶來破壞 楊光 沙灘 大海 這是觀光客眼中的貝利斯 不論是島上的露天音樂派對 還是熱帶植物下的悠哉乘涼 穿著度假風的各色路人 在充滿異國情調的街上 把喧囂繁忙拋出腦後 提到貝利斯 這裡有潛水族們的夢想清單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遺產的大蘭洞 被形容是最偉大的奇蹟之一 加勒比海上的明珠 貝利斯夾豐富海洋資源 為國家賺盡觀光財 現在就跟著我們的鏡頭 一探貝利斯的藍色寶藏吧 你好 你好 國台語參辦的船長熱烈迎接 在貝利斯生活20幾年的里章浦 難得見到台灣同鄉 格外熱情 這個地方叫Tarpon View Tarpon View 就是看這些大隻的魚 前菜先來場餵魚秀 這樣放差不多一尺 一尺高 再高一點 肥大海連 看到水面上的沙丁魚 一躍而起 跳出水面 你受傷了 它的那個那個 它的 它的嘴巴 嘴巴像那個 差點成為海連的前菜 海連雖然沒有牙齒 但魚隔摩擦力大 要小心 好 不多說 我們正式出航 搭著快艇 馳乘在加勒比海上 湛藍兩字 就是為這片海洋量身打造 採訪團隊在拍攝的當下 剛好遇到日時 當太陽 月亮還有地球行程一直線 就會出現這樣的天文景觀 它會被稱作是火環石 或者是金指環 不過這樣的景象並不是 在全世界各個角度都看得到 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 就是最佳的觀賞地點 而時間將會持續五分鐘之久 船隻越接近下水點 心情越忐忑 因為這個行程 是要下海見鯊魚 貝里斯有非常豐富的觀光資源 旁邊就是加勒比海 所以水上活動非常的盛行 現在就跟著我們的步伐 一起去跟鯊魚游泳吧 還好共遊的是護士沙 雖然身區龐大 但不會咬人 可愛無害 沒有攻擊性 除了鯊魚 豐富多樣的生物 讓清澈的水中世界 充滿生命力 彷彿置身 電影 海底總動員 我們的船新被拍到的HOL CHAN 這裡是政府劃定的保護區 這邊的魚種非常的豐富 但是一年四季都不可以捕魚 而且規定載客的船隻 不能超過三十個人 規定相當嚴格 HOL CHAN 是麻雅魚的小海峽 是海洋生物的棲息天堂 覆蓋約十八平方公里的珊瑚礁 1987年被政府列為 海洋生態保護區 保護區內記錄超過一百六十種魚類 還有四十種珊瑚 這個保護區他們有做一些 算什麼 有一些設備就是 不能太多船來到這個地方 也是一個船裡面 也有限制多少人可以在一艘船上 因為這邊的珊瑚比較特殊 比較特殊 他們的保護就是24小時的保護 24小時的保護 所以人家都不能這邊捕魚 才會看得到那麼多魚 24小時的海上巡守隊 肩負環保兼兵的重任 貝里斯有14個海洋保護區 另外還有13個受保護的魚類產卵地 覆蓋全國約23.5%的海洋水域 每年約30萬名遊客造訪 觀光是貝里斯重要的經濟來源 今年第二季物業產值 達8.5週五億美元 若海洋遭到破壞 是必威脅產業的永續發展 50%的我們的GDP是基於 nature 所以我們是個海洋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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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看我們的海洋水域 我們做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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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外國的海洋水域 從海洋水域和海洋水域 我們有認識到 我們的藍色資料 是國家的環境 島上餐廳飲料杯聲 強調可分解 無砍發 綠色來源等字樣 能感受到當地眾市 永續性的氛圍 來到觀光聖地 San Pedro 交通工具大部分 是高爾夫城車 而搶低空氣污染 市長也要求店家 不要提供一次性的塑膠袋 我們有一個美麗的階段 我們的島是 我們稱之為 《Isla Bonita》 這就是美麗的島 我們在島上有很多遊客 有很多保障的地方 尤其是海洋水域 在海洋水域 有很多保障的地方 你不能魚 不能觸碰海洋水域 水域 是一種最大的問題 在海洋水域 最多的海洋水域 都沒有燃燃 因為很多年代 都燃燃了海洋水域 現在是在海洋水域 而是從海洋水域 從海洋水域 從海洋水域 在海洋水域 有這麼一說 貝里斯是上帝 刻意保留的人間最後一塊淨土 在全球掀起永續的浪頭上 貝里斯有著平衡經濟與環境的強烈使命 而貝里斯國內的市場其實是相當有限的 出口貿易額非常不大 產業就是以觀光林業還有農業為主 過去貝里斯的羊因為近輕繁殖品種不良 現在是透過了種羊計劃 進口到的是優良種羊以及更新種羊的品種 貝里斯現在要致力打造中美洲的紐西蘭 成功將已經過認證的種羊群 從20頭擴增到了244頭 羊群在草地上享受午後陽光 模樣呆萌惹人戀愛 最好體驗當一日的牧羊人 抱歉抱歉打擾各位 怕生的羊走開背 嗨 怎麼都跑光了 趁著太陽下山前 駕鋼牧羊人一聲令下 大夥乖乖排隊 羊貫而入回到宿舍 歐歐突發狀況 一隻羊的腳卡在木板縫隙裡 看起來很痛苦 農場人員一邊安撫 一邊想方設法救羊 廢了九牛二虎總算救援成功 這裡的羊一個都不能少 因為他們身負重任 要扛起貝里斯的農牧經濟 過去貝里斯的羊品種不良 生產效率低 無法滿足市場需求 而他們就是台灣送給中美洲朋友的禮物 這邊的綿羊它主要是因為 淨青 淨青繁殖 它一帶一帶下去之後 它的生長表現越來越弱 台灣技術團協助引進美國感良品種 混血後的貝國綿羊 頭好壯壯 美味可口 過去貝里斯的羊繁殖能力 若生長表現較差 台灣技術團為了提升他們的生長能力 加上改善農民的收益 從美國引進三個不同品種的綿羊 以及兩個不同品種的山羊 巴貝多黑度綿羊它的特色就是 它的耐受性比較好 它對抗疾病 對抗熱緊迫的效能都比較好 再來是Dopper Dopper它的特性是它的肉質比較好 那卡達蒂綿羊它的特色是 它的體型比較大 所以它的患肉率跟它的生長表現 相對來說都比較好 波爾山羊是我們特別引進來 當作肉用品種的山羊 那努比亞它特別是乳用的山羊 中美洲第一座現代化高床式羊社 可容納多達400頭種羊 同時技術團也把飼養技術 企業管理知識帶給當地農民 要打造貝里斯成為中美洲的紐西蘭 哪些的草料會比較好 營養價值比較高 再來就是說你要定期去吃寄生蟲 因為它吃草的肚子裡面 還是會有寄生蟲 有時吃了肚子大大的 但是不長肉 哪個階段要怎麼去養 那我們教育訓練的部分 都有教他們 整個貝里斯的羊的總頭數 在2016年的時候 大概是1萬出頭 那現在的話是大概有 將近2萬頭 為什麼蟲 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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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一個一 Pang權 錢同一antly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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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 entries 沒有維秀 讓牠們或女孩很容易 饲养规模弹性大 投资门槛低 近七年时间产量增加35% 最实际的成效就是农民生计获得改善 整个计划预期将提升贝里斯洋农收益30% 羊肉成为一道道佳肴 为了让料理口味更结贝里斯地气 从烤到炖技术团还举办多场 公认训练班 When the production keep on increasing that we keep on providing these technical assistance because as the herd keep on expanding we would need more technicians to go and show the farmers how to keep on continuing doing a very good job Taiwan has helped us when it comes to some of the technologies for example ultrasound for sheep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这些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想增加药物 我们的技术也曾经到台湾 几次去训练 当他们回来 他们会训练这些農民 贝里斯发展农业路上 台湾角色鲜明 而贝里斯的餐桌美食 也常常飘着台湾味 事实上台北渊源 从1996年台海危机 所兴起的移民潮 种下种子 身为中南美洲 唯一讲英语的国家 当时有不少上移民 美国的台湾人 就以贝里斯为跳板 有人走有人留 这间餐厅徐老板 父亲是当年移民 他本来没有想待在贝里斯 但回台湾成家立业后 又决定居家扮回 后来想说小孩子 想要换一管环境 我就把他带过来 然后就想说要做什么生意 就想自己拿手的 就做一些小菜来卖 就没想到就越做越好 另外一间异品咖啡店的老板 也是90年代初期 来到贝里斯创业 这边的生活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 所以刚来是其实有点吓一跳 那后来慢慢慢慢也大概就习惯了 其实我蛮喜欢吃鬼家的人 就是他本身人民比较淳朴 全盛时期就是在人数很多的时候 台桥大概有多达六七千人 但是现在时过境迁 在贝里斯的人 台湾的人大概只有六七百人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他们在各行各业 其实都各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台北去年双边签的经济合作协定生效了 互相都给了一些关税优惠 其中台湾的业者对于贝里斯的海鲜 是非常有兴趣的 去年我们这个龙虾进口 就已经让台湾成为贝里斯的 第十大出口市场 从官方合作到民间投资 台湾为着加勒比海小国 投注不同生命力 TVB的新闻 何佳阳 王浩宇 贝里斯采访报道 女性的劳动力 在经济发展中 是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力量 而讲到了这个疫情期间 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的地区 女性的失业率是高达了22% 全球也有非常大比例的女性 离开了劳动市场 而看到了在2021年起 台湾与贝里斯是共同推动了 妇女赋权计划 要来协助妇女提升就业的技能 教他们如何创业 跟着Amira的脚步 进到绿色外观的民宅 我们有机会一探 贝里斯人民的日常生活面貌 一楼大约30平 L型长台沙发 隔出客厅空间 一经电视贴墙 看得出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半开放式的厨房 设计明亮 双门对开冰箱 也用有牌子的 贝里斯三分之一人口 在贫穷县意下生存 Amira一家人 显然属于另外的三分之二 过去只是一名 上夫教子的全职妈妈 Amira透过创业 开启不同的人生旅程 拿出蓝莓草莓 Amira绑好头发 打开工作模式 她是一名桑格利亚水果酒的调酒师 也是行动酒吧的主理人 带上手套 Amira教我们怎么做桑格利亚 但酒谱已经硬在脑中 果汁的完美比例也已经调好 我只能负责切切水果 搅拌搅拌 倒进杯子 这些简单工作 不要小看这样子 简单切水果的动作 要制作一杯好喝的桑格利亚 背后是有很大的学问的 Amira就是学会这样的技能之后 成功地开启自己的事业 还没创业前 调酒只是兴趣 要变成专业还有一段距离 她开始学习相关知识 透过政府课程 不只精进技术 她还进修管理领导课程 I did a leadership program that was specifically for women and that was one of the best leadership programs that I took and you know the program in itself was exceptional but the environment that was created because that program basically brought together so many women in business 从没有生产力的家庭主妇 手上没什么资源 现在能独当一面 甚至整个家族都为她的事业主功 absolutely changed my life you know I have been able to elevate my business you know and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I was really working for here in 2023 I said to myself 2023 is my year of elevation taking my business myself to the next level 联合国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统计 2020年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 基地地成长率负6.67% 2020年及2021年的失业率约10% 女性失业率达22% 根据调查 疫情爆发后 全球有更大比例的女性离开劳动市场 性别工作平等进展倒退两年 养性劳动力参与率 女性需要30年才能缩小 全职就业率 女性得花67年才能追上 薪资差距则要63年才能米平 疫情下贝利斯政府出手提升女性经济地位 女性的平均 女性的协助力 成为政府的一个很严重的工作 政府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美中的历史业与理业务 最大電視媒體的執行長 婦女父權項目 由她與國際合作的身影 台灣也從中扮演重要角色 女人的挑戰都很高 女人不僅僅是在國際上 例如疫情 有一個秘密的女人 除了世界各國的女人 女人受到重點失敗 我們所做的 是嘗試把她們從那種疫情 給她們的正確機會 為她們所創造的項目 和項目 讓她們參與參與 2021年起 台北共同推動婦女父權計劃 協助700多位貝里斯婦女 提升技能或創業 有超過2000人間接受益 Amiro就是其中之一 E's definitely giving me hope and it's definitely on the right path So I'm happy to see these programs And I just want to encourage more of these programs Women are the engine behind everything The women are the ones who are taking care of the family 而不是只有家庭 而是社群 所以当你帮助女人 整个環境和经济都可以增加 当你建立女人的信心 他们的自信增加 他们知道他们能破坏障碍 他们知道他们能破坏锅 所以我们是为他们的贝利斯政府 提供这道路 贝利斯政府中内阁席次女性只占4% 市政村议会代表妇女只有20% 商业面由自己企业的女性占4成 由导游证照的女性只有11% 拥有农场的男女比例是8比2 政府当局认为没有妇女参与 社会机制就无法顺利运作 提升女力被当成促进经济的一剂良药 贝利斯的海岸地区 是充满了壮阔的红树林景观 红树林生态不过近来 是受到了外国投资者的破坏 也让居民纷纷提出了抗议 而在距离本岛32公里外的海域 是政府划定的其中一个保护区 没有受到污染 当地人在那里养殖海藻 除了是增加海洋碳汇以外 还具有不少的经济价值 我们现在要去看他们的海藻样子 除了观光贝利斯的自然资源 还有很多用途 快艇从Plasencia出发 沿途整片红树林景象壮观 当地人告诉我们 现在太多外国人来投资开发 为了扩大腹地破坏红树林 引发居民不满 因为与大自然和平共处 是贝利斯人不容挑战的 共同信仰 实处本岛距离我们要取的 海藻养殖场大约32公里 近一小时航程 传开越远 加勒比海的水色 九元清澈 我们正在内的海藻域 我们做了这些 这里是其中一处海洋保护区 在未受污染的环境里 还早能获得最佳滋养 换上潜水妆 养殖海藻的妇女化身海女 潜入水中 整理海藻农场 海水在阳光下显得更加透亮清晰 它们来自贝利斯妇女海藻养殖协会 海藻能帮助减碳 扮演重要的海洋碳会 此外海藻营养价值高 收成后能做成各种产品 让靠海维生的居民多一项谋生工具 叉叉叉加入海藻的香草奶昔 口感清爽 清凉消暑 它让我感到愉悉 看到那些女性和年轻人 可以做成价值的产品 他们可以做搅拌 他们可以做所有肌肉的产品 用的妻子 用的液滋液 用的液滋液 他们可以做成为生命的资源 资源 他们知道海洋资源 并非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要能够代代全城 就得让永续发生 加勒比海的水不止养海藻 还能养蝦 能够代入海洋洋 不治不空的水不止水 水 libro 水就得到贸易银河 水选降降继续 然后直接倒入水 场内 水里 水平 水平 不用 水平 温暄 我们没有放入水 水平 少 可以 找人 活跳跳的白蝦喝的是海水 养殖白蝦产生的废水 透过三个控制尺进化 减轻对周边环境影响 废水集中后还能养无波鱼 达到水资源循环再利用 在贝里斯 海洋是重要命脉 永续则是关键命题 甚至影响整个国家财政的续命力 贝里斯要发展蓝色经济 但也要顾及到海洋永续 近期就发行了蓝色债券 每一年增加保育海洋的预算 以获得贷款银行的债务减免 国际货币基金调查 费国2020年GDP较前年度 大幅缩减16.7% 债务规模高达GDP的133% 国家债台高筑 政府与国际单位合作 开启蓝色债券计划 用环境来换债 贝里斯承诺在实现内 达成海洋保育进程目标 例如增加海洋生物多样性保育区 达海域总面积30% 以及设立红树林保护区 这项协议让贝里斯 省下1.89亿美元 延长还款期限 贝国的国际信用评级 还提升到比减 为了维护海洋生态 尽管贝里斯蕴藏大量石油 人决定永久禁止 离岸石油轮炭 为什么你不得到这些油耳的利益 那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我们也认为 我们有小小的油耳树 在海洋上 Belize Barra Reef 这是世界世界最大最大的 Belize Barra Reef 可能是最大最大的 一家的Belize Barra Reef 它比我们在海洋的油耳树更高 要保护西半球最大宝礁 以海而生的贝里斯 在开采黑金与守护蓝碳之间 义无反顾 做出选择 TVB的新闻 贝里斯是中美洲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 这也是由各种文化 以及语言所组成的多元国家 包含了有玛雅遺跡 同时还充满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殖民色彩 丰富的文化 历史脉络 也让国家致力于发展橘色经济 所谓的橘色经济 也就是提高附加价值的文创体验经济 位于贝里斯河口的贝里斯市 是英国殖民时的首府 也是游客进入贝国的交通枢纽 但国际观光客下船后 通常直接前往其他度假小岛 无法为贝里斯市带来经济效益 不愿让中美洲丰富的文化资源被埋没 政府射出另一支箭 橘色经济 我们看到很多文化的文化 很多文化的文化 和文化的文化 很丰富的文化 一些文化的文化 是在文化的文化 和文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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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文化的文化 这些文化的文化 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我认为 许多的文化 他们的最佳的 全面的文化 舞蹈,舞蹈,食物,食物 所以你真的看到 這個顏色的顏色 在全面的表現 當你會有一個節目 我們有一個很獨特的東西 我們有,譬如, 我們有整個月的季節 當我們有我們的 national celebrations 那是像一個巨大集團 它開始從開始的季節 然後我們在那裡 祝福益里斯文化历史研究院 是非常歷史的活動 我們也祝福福益里斯文化歷史研究院 我們也很祝福 之中還有我們是 布利斯的冠軍 Kimbalee Veskett 貝利斯文化歷史研究院 創意藝術所長 從髮型到穿著 都散發藝術家的氣息 過去總是兒童青年創作計畫 還寫出貝利斯第一部電視劇 是編劇 也是製作人 將來稱我們要具體負責及法官的技術 和歷史技術題 這些驗體負責很重要的 世界城市企業的 我們在北林的中心 我們也有所可以共產的 我們有的 clean力 我們對我們這些地品 生存在 我們有和我們得到高污染的 我們有連接民調光 的綠色跟黑色的綠色 我們有不僅僅有一個 貝里斯強調人文 創意 藝術產業的橘色經濟 希望透過文化發展在地文創 有一個實際案例就是貝里斯博物館 貝里斯現在也致力於文創產業 像我們現在所在的貝里斯博物館 它就是由監獄所改建而成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還留有非常多監獄的元素 牢縫大通化身一郎 貝里斯豐富的鳥類生態一覽無遺 廢棄監獄搖身一變 承載貝里斯的過去與現在 剛剛所看到的展覽空間是已經打掉牆壁的 但事實上當時的牢房空間寬度 不只有我手打開來這麼大 而這樣的空間在當時必須要容納9到15人 我們說9個 但當時他們一定會嘗試在這裡多吸吸 你能夠想像9個個個在這裡嗎 可以放下來嗎 沒錯 these are actually actually called a london stocks and they were brought over from england it was used as well as in their ships so when they brought their ships over they'd have this they'd have this material in there just so that it's balanced when it's coming over they would dump 在藝術上放在藝術上 然後他們把藝術放在藝術上 他們用來銀行的東西 當他們回到英國 所以我們都用了這些木材 所以這個建築和聖長堂 都由藝術上製造的藝術 過去是殖民地 貝里斯市街景充滿維多利亞式建築老屋 為沉睡的歷史注入活水 其實不單為了吸引遊客 更是要讓市民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 與價值 TVB的新聞 何佳楊文豪與貝里斯採訪報導 貝里斯的農業經濟也很重要 自一度開發的貝里斯 在全球暖化之下 要如何抵抗全球暖化所帶來的影響呢 畢竟農業是靠田吃飯的 沒有收成就沒有飯可以吃 那麼貝里斯在經濟政策上面的三把劍 包含了藍色經濟 橘色經濟 還有綠色經濟 其實都是涉亡同一個靶心 也就是永續發展 開箱貝里斯國寶辣椒醬工廠 這被總統蔡英文形容是愛情的滋味的辣椒醬 原產地就在這 我們拿著醬汁 我們把這幾年放在這幾年 34個儲存草筒 每一桶容量達5萬公升 從農場用來的新鮮辣椒 水果 切隨後放進鍋爐 加熱攪拌 辣椒辛香與天然蔬果的甘甜 合而為一 甜蜜蜜 火辣辣 香噴噴 這罐辣椒醬可以說是貝里斯的驕傲 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是芝麻 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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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八十三歲的創辦人夏浦奶奶 原本只是一間公司的行政秘書 四十二年前 丈夫繼承一百六十公頃的農地 他們種起黃燈籠椒 但市場需求不高 買得不好 奶奶只好把賣慎的做成辣椒醬 分給親朋好友時 朋友鼓舞夏阿夏不賣起手工辣椒醬 但一開始市場反應不熱烈 在地人認為只要是MIB 都沒有美國貨好 我一位朋友住在L.A. 她說 Mari,我喜歡這個醬汁 你知道嗎 我會去售賣 我問她 我問她 所以我做了一碗的醬汁 她拿到L.A. 我拿到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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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i Sharps現在是在美國的 然後我可以看到Belizan Gowell 美國喜歡它 可能是不錯的 因為日本人來到Belizan 他們在Saint-Pedro 遊客 坐在船上 然後來到這裡 他們說 我們喜歡你的醬汁 我問我非常感謝 他們說 去日本 我問我拜託 請做 觀光客牽線下 黃燈籠辣椒醬一炮而紅 讓Mari Sharps成功進軍國際市場 更為貝里斯的農產經濟 打下一劑 一場新增 我手上這一罐是 貝里斯最有名的辣椒醬 創辦人夏浦奶奶 當初從一個廚房起家 現在已經發展成 具有80名人工的規模 現在的辣椒醬 出口到37個國家 為了響應永續 所有的辣椒都才有機重擊 環境變化 環境變化 所以有時候 我們可以從牡蠍 從牡蠍裡 有時候 我們不可以 例如說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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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可以 得到阿巴尼羅 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 讓靠天吃飯的貝里斯人 不得不提高警覺 表面像木瓜 外殼很堅硬 敲開後 小小顆像山竹的 就是可可豆 日曬三天 水分含量降到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左右 乾燥後的可可豆 重能裝袋 來到貝里斯還有一項 非常重要的產業 那就是可可產業 我現在位置 在瑪雅山脈山腳下 貝里斯前幾大的可可莊園 這邊生產的可可呢 每一年都外銷到世界各地 瑪雅山脈的東部陰影下 肥沃土壤和氣候條件 讓貝里斯具備生產 精品可可的優勢 這裡最初的功能是養牛放牧 佔地兩百公頃的莊園 現在計畫將種植 一萬五千顆可可樹 現在就在可可莊園的 一片可可樹下 不過現在還不是採收期 可以看到可可樹 已經開始開花了 莊園的管理者 告訴我們像長的 這樣子的可可夾 就是非常好的 可可喜歡熱 但又不能太曬 得在樹蔭下生長 莊園種植小豆蔻 及紅木等植物 一方面為可可提供遮蔽 一方面又有香料 及木材等經濟價值 要提高產能的同時 也要兼顧品質 但可可莊園同樣面臨 氣候變現的挑戰 要為能夠利益 地上有更多影響 更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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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 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 源自二氧化碳 工業並不發達的貝里斯 可以說是氣候變遷下的受害者 但也因為沒有過度開發 貝里斯發展綠色經濟的同時 在永續議題上 正好能與國際接軌 動物 因為環境沒有遭到 夠度的破壞 讓貝里斯在前往永續的路上 相對比其他國家還要容易許多 那要如何兼顧國家建設以及永續發展 仍然是貝里斯要面臨的重要課題 以上是TVBS記者何佳洋王后宇 在貝里斯的採訪報導 以上就是看見貝里斯特別報導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陳文岳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